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永生大四季 请大家聆听常年期第三十主日读经二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第五章一至六节 事实上 每位大四季都是从人当中选出来的 奉派为人执行有关天主的事 就是为奉献贡物和赎罪的祭品 他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为落点所困 因此 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 也该同样为自己的罪献祭 谁也不可自己善取这尊位 而该盲天主的招选 如同亚郎一样 同样 基督也没有自己争取做大四季的尊荣 而是对他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了你的那一位 光荣了他 他又在另一处说过 你按照莫吉思德的品位永远做四季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今天的读经当中 圣经的作者强调了耶稣大四季的身份 关于耶稣四季的身份 其实在福音当中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四部福音 我们知道马窦福音 他强调的耶稣是君王 因为他的祖谱我们看到 是大卫的后裔 那么大卫是王 他的后裔自然也是君王 他是在强调耶稣的君王性 那路加的福音则是在强调 耶稣的四季身份 我们也知道 路加的圣事的象征是一头牛 而且他从开始 就是从四季开始的 四季萨加利亚 在圣殿里献祭的时候 天使加比尔告诉他 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 而他的妻子伊萨波尔 则是四季家族的一个女儿 四季的女儿 玛利亚则和伊萨波尔是亲戚 那也就说明 玛利亚她就是四季家族的一个女人 路加的祖谱 我们看到和马窦的不一样 因为马窦在强调耶稣的君王之务 路加则在强调耶稣的君王 这个四季之务 最终我们看到耶稣 也把自己当作祭品献给了天主 那在旧约时代呢 大四季也是从人当中选拔出来的 奉派为人 指行有关天主的事 这就是四季的职务 就是四季所做的事 是指行有关天主的事 奉献贡物和祭品 和赎罪的祭品 而且呢 我们看到 作为上传下达的 去指行有关天主事的这位大四季 在旧约时代 他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 然后才能为别人献赎罪祭 可是还会死亡 但是因照天主的计划 耶稣基督 他是按照莫吉斯德的品位 永远做四季 永远做四季 耶稣 亲为四季在十字架上 把四季奉献给天主圣父 在晚餐桌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身体 也让宗徒们去分享 你们大家拿去吃 将为你们而牺牲 他为众人所牺牲 牺牲就是祭品 耶稣把自己奉献出来 这就说明了 耶稣的四季之 耶稣既然他是大四季 因而他能够奉献赎罪祭 来赎我们的罪 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世主 又称为救赎主 他能救我们 为我们赎罪 那是因为他具有四季之物 他通过祭献 来解禁了我们的罪 而在旧约时代 赎罪的方式 就是把祭品杀掉之后 把血洒到人身上 也洒到祭台上 耶稣基督 也是把自己的血 洒在了祭台上 洒在了十字架上 同样也洒在了我们的身上 祂是让我们去喝 让我们去喝祂的血 通过这种祭献的方式 耶稣完成了他大四季的植物 所以说耶稣是一位真正的大四季 正因为祂是真正的大四季 祂才是真正的天人的中宝 祂才能真正的去 执行有关天主的事 而祂所奉献的 贡品和祭品 更有效力 更能够补述我们的罪过 洗涤我们的罪过 祝你的兄弟姐妹 因此我们要感恩 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位大四季 来为我们举行了述罪祭 通过述罪祭 或者是感恩祭 来补出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得到结晶 因此我们要常常参加祭献 这祭献就是弥撒圣祭 因为耶稣给宗徒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 耶稣为我们做述罪祭的 恩赐 这种巨大的恩惠 我们也要通过感恩祭 把我们自己奉献给天主 使我们成为一个纯洁的祭品 这样我们将来就可以 和耶稣一起分享祂的复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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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